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并来做一个回答 那第一档股票是做这个深化甲跟零化音这些相关晶片的一个IET 英特蕾的部分 那这档股票要比较去注意 虽然它的深化甲虽然它的这个零化音都有在抢工 包括5G 包括ADS的商机 但是这两年来看的话呢 这个成长动能似乎受到竞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之下呢 获利的部分要去注意 上半年赚了1.18之后呢 第三季的营收是连续三个月呈现下滑 我们从这里来看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这是IET的一个营收 6月份达到一个8800万之后呢 7月 8月 9月 你看到从8800万掉到8100万 掉到7800万掉到7100万 连续三个月都是呈现一个下滑的一个态势 那这边这个成长动能来看 就这个地方虽然有商机 但是并不是那么明显 再来观察到技术面的部分 在这波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股价它仍然是在月线 月线的目前位置在这里 季线的目前位置也在这里 看到股价还没有站上月线季线 它是一个标准相对弱势的形态 再加上量的部分 也没有明显在做一个这个 转强的走势出现 所以呢看似低基期 但目前尚未有转强讯号的情况之下 我会这么说 它仍然处在浅荣物用的阶段 我会比较建议徐小姐 这一档股票最好先找机会 来太弱则强 那另外一档股票 是5272的升科的部分 那升科的部分 它最主要生产RF射频晶片当中 跟蓝牙相关的晶片 也正在抢供物联网的商机 上半年EPS 0.76 看起来普通而已 但是第三季的营收 2.28亿是连续两季 都有稳步在做成长的迹象 而股价的部分呢 最近特别注意 低档两度在这里开始出现一个粗量的动作 那从大户的一个进出系统 这是我们专门在看盘的时候会去注意 有没有大户在进货会去观察的东西 最近也有大户在进货的迹象 所以这种状况 如果说大户接下来不要说只是做个短 抢个短马上就要跑 那拉回来只要41块半 这个支撑点这个徐小姐记下来 先能够守住不破的话 我认为升科会比较有机会 呈现一个转强的机会 可以虚报 但是上去呢也要注意之前这里爆一个大量 形成一个套牢卖压 这个地方也会在这里形成未来的一个压力 所以我会建议说 这档升科暂时可以抱着 但是如果有上去的话呢 这地方再来找机会做一个调节 这是给徐小姐的一点操作建议 好那回来继续谈 谈大盘指数的部分 那指数的部分其实我在前天前两天 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 10月23号跟他讲大盘指数现在在做什么 在做一个高档震荡的一个局势 多方攻击量要有1250亿 不然短线上应该都在做一个整理 甚至有先下11月份站上的一个可能性在 那现在指数的部分就如我们所预期的 还在震荡整理当中 但是也发现到一件事情 虽然控盘大户在这里 没有想要积极往上来做攻击 昨天美股大涨台股市开高压回 小涨个几点作收而已 可是他也没有说 真的在做一个翻空的动作 这从美国股市来看 昨天美股稻穷是怎样 涨多之后出现个回跌 稻穷翻黑跌了112点下来 可是台股今天有跟着这样 就重杀下去吗 没有耶 今天台股指数的部分 反而是怎样 开个平低盘 最多跌个34点而已 目前又拉回到平盘附近了 所以这种状况代表说大盘指数 短线在这里做一个整理 但是也没有说要做一个翻空 甚至有可能就已跌代盘 10月份在这里做一个震荡 再做一个拉回 我觉得都无妨啦 那观察指数这个地方 只要外资这地方还是一个 继续这个指数部位 多单抱在手上的话 我认为就算这几天再给他压回一下 11月行情还是会继续再上去 这是指数的部分 简单 跟大家做一个规划 但是重点呢 重点在这种指数震荡格局当中 我都会提醒大家 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操作要去做好什么动作 要去做好我所说的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什么叫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再强调一次喔 不是叫你说看到什么股票 大涨了涨翻天了 我知道它是强势股 你才去买 那个不叫太弱则强啊 很多投顾老师也叫你太弱则强 都是这样叫你带你去乱追啊 游戏软体股涨很多人 很多投顾老师就带会员去追什么 追大雨姿啊 对不对 那时候股价200多块 多少人追在高档 然后光学股大涨的时候 哇也一堆投顾老师 带会员去追什么郁金光啦 带会员去追什么新巨科啦 结果呢 现在也都套牢了啊 所以我说 那个不叫太弱则强 那个叫做乱追乱抢买股票 行情好运气好 你或许有机会赚一点钱 但是赚不多 因为你知道 你自己是在乱追的 你也不敢抱太久 所以赚一点点就跑 或者呢一个震荡 赶快就卖光光 不卖呢 不小心就中伤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样做赚不多 而且长期来看 保证你是输家 那我所说的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再强调一次 重点在哪里 你要去看懂股价的结构 处在哪一个位置 到底是不是 在这里万一处在 潜荣雾用的阶段 抗荣游回的阶段 我说该出还是要出啊 那要买 买说低档 建荣在田的阶段 开始有转强的机会 等它飞荣在田上去的时候 好好抱住 这样才能够赚一个大波段的利润 所以做股票 你第一步就要先看懂它的一个结构 好 强势股 当然你继续罢好 要锁定基于流转强的股票 这样做股票 你才能够不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 你说真的吗 有股票可以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吗 好 今天我再举几个股票来做证明 好 那最近我在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或者是在我们的LINE的一个通讯软体里头 都有在分享这个粉丝 或是分享我们的LINE好友们 每天早盘开盘这个的时候呢 会分享一个台北股市 当天的关盘重点 那除了指数要去注意什么之外 底下都会写一个 有哪些股票是强势指标股 有哪一些股票正有机会 在这里短线呈现个转强 值得你来做观察 像今天这10月26号 早盘就分析了 有哪些在转强 里面提到5351的预创 8046的南电 8183的金星 那我们来看一看大盘指数的部分 今天早盘每股下沙开低跌34点 对不对 现在只是回到平盘附近而已 可是你看到我们早盘说 转强出来的谁 预创 早上还在平盘附近 现在公道一度涨停15.7 对不对 南电好像比较弱一点 开高稍微有点压回 但至少维持在红盘之上 再来看8183的金星 早盘开高又拉高上去 差一点也要公道涨停了 对不对 那我不是叫你去追预创 叫你去追金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在证明给大家看 真的有股票是可以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涨上去 而现龙老师都是在这个地方 会很仔细的去帮大家来做观察 好那当然这是短线的部分 我们在早盘都会有一个关盘重点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但是做股票 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说 那你不只是要观察短线 你更要观察长线 哪一些真的有机会赚一个大波段 那这样要赚一个大波段 那怎么去赚呢 你更要去做好我所说掌握结构 太弱折强的动作 把潜龙勿用的股票 抗龙又回的股票 换到我所说建龙再填的股票来 那建龙再填的股票 不只是这个股价技术面在转强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产业趋势 正处在萌芽期 准备进入到成长期 这样的股票 当它第一档 重点是开始转强的时候 你能够把握到上车的机会 大波段操作 你更有可观的获利 可以来做期待 等到产业业业绩大幅度上扬 股价最强势的阶段 你会发现 人家都在追这种 涨翻天的股票 真正的高手 强势股都已经提前布局 这时候只要牢牢抱住 当然也不要得意忘形 乐观勿望审慎 这样才能够赚得长长久久 所以你会看到 县龙老师买股票 一直很坚持一件事情 我不要像其他投雇老师一样 为了自己做生意 为了要在电视上表演说 你看我最近买什么 马上就涨停 买什么马上就涨停 而到处带着会员朋友 试图去追逐涨停版的股票 县龙老师绝对不做这种事 县龙老师不断地坚持 我们就是要找到 真正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这样的股票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 就像今年以来 我们锁定哪一个产业 大家都知道 新能源车加上自动驾驶车 从去年开始我就一再强调 大成长时代已经来临 那这两天大家看到 日本的东京举办了一个东京车展 这是在亚洲市场当中 非常重要的车展 现在还包括日本的Toyota 包括日本的Nissan 这些日系的一个汽车大厂 也都在积极的怎么 开始推出新能源车 自动驾驶车了 对不对 那相关的商机 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起跑 你看到信荣老师 光是今年锁定到这两台车 新能源车自动驾驶车 一档一档的股票挑给大家 就能帮投资宝赚到 大家多大的一个机会了 像见准 现在多少钱了 各位投资宝看一看 今年以来见准的股价 已经将从年初这个地方 到现在涨到68块了 那信荣老师什么时候 跟大家介绍见准 24块多就已经发现 正受惠于车用的需求 带动他的散热模组 大幅度成长 业绩开始启动成长动能 创新高 技术面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符合信荣老师SOP 推荐给大家 那时候多少钱 24块多买的 现在60几块了 包括了联德 现在多少钱了 各位投资朋友 年初的时候 你连得在这里 现在已经涨到200多了 那信荣老师在年初 几块推荐 86块推荐 那时候告诉大家物联网 汽车领组件 都在这个地方 公司已经积极在扩充产囊 订单掌握在手中 业绩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那时候才多少 才86块多 现在200多块了 更不用讲康普 46块推荐给大家 电动车电池材料黑码 No.1 对不对 汉蕾 17块多推荐给大家 11块多推荐给大家 现在也多少钱了 24 25块了 对不对 年初推荐的时候 才11块而已 11块7推荐了 对不对 你会看到这一档一档的股票 更不用讲美其码 44块 现在会员赚了足足 两倍左右的幅度 都是现荣老师坚持 坚持什么 坚持现荣老师 我说的选股的SOP 不要去乱枪打鸟 不要去乱追涨停板 要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来真正有竞争力 那个营收真的会成长的 启动成长动能的好股票 这样才走得长长久久 那如果你能够找出这样的股票 而且不是在涨翻天的时候去追 能够观察到筹码面 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是不是就可以买得安心 是不是抱就抱得放心 最后呢 不要说赚一倍两倍 三成四成五成这样 一档一档赚下去 这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利润 而现荣老师 你会发现 就是这样在做股票的 那我不是在跟你炫耀说 你看我们今年的 多少股票翻了一倍两倍 我只是在强调 你要去看懂现荣老师 做股票的方法 选股票的方法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如果你买股票 你只是看那些投股老师在吹嘘 吹嘘说今天买了什么就涨停 哇最近这个赚了多少只涨停板 那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很多都可以用骗的 内行的人就知道 那重点是这个老师 有没有真正一套正确的方法 这才能够复制成功的模式赚下去 所以我说成功之道第一步是什么 绝对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才能把复杂变简单 做股票要赚钱真的不难 再来就是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做得更好 而现荣老师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责任 就是在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找出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而且坚持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来掌握真正大波段获利的机会 那接下来 既我们的车用电子 今年已经大获全胜 2018年将要锁定在五大明星产业 人工智慧 车用电子里头新能源车 以及自动驾驶车两台车 3D感测 工业4.0跟5G通讯的部分 尤其在人工智慧 现在黄金10年 才正要开始的一个情况之下 接下来产值 2015年才2.03亿 到2024年已经将暴增到115亿 很多有能力的大厂 都在想办法 把这股商机变成他口袋里的钱 我们没有办法去自己设一家公司 来做人工智慧 可是我们可以怎样 我们可以去找出来 那些有技术的公司 业绩准备跟着大幅度成长的公司 我们去买他的股票 我们来做一个大波段投资 等他业绩大幅度成长 股价绝对会翻身 绝对会大波段上来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锁定的 对不对 那你不要等到股价又涨翻天 像我们的美琪 当时四十几块我们在布局 很多投股老师一百多才来喊进 赚个几十块就告诉你他赚了多少 你要这样去做吗 这样怎么赚得到大钱呢 记得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今天下定决心 一起跟着县荣老师 来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就可以享受快乐的果实 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就指明来加入 县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运达头顾 好看弄在这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性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差询出现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最近很多投资朋友 在打电话俊来 在询问献荣老师的一个 极品操盘团队的时候 有投资朋友说 看到献荣老师 这次介绍的一个美其马 哇真的好会涨哦 可是呢担心献荣老师 会不会像其他投资老师一样 用骗的 怎么骗呢 他说很多投资老师 也在讲美其马 有些是怎样 爆了几十档股票 涨了一档美其马 在那边讲翻这个 就是在那边大吹吹 所以说他的美其马赚多少 可是呢 自己买了 跟着他买了几十档股票 根本美其马 只赚他的总资金一点点 就算很会涨 其实也没有赚很多 那说有些投资老师 更是从几十块的时候 这个四十几块 涨到一百多块了 哇才来喊进 哇也在跟大家讲美其马 说赚了多少 那真的建荣老师 有从第一档布局 真的赚了一个大波段上来吗 这个部分 我跟各位投资老师保证 大家绝对可以放心 我一直跟我们的 极品操盘团队研究同仁说 我们成立这个 极品操盘团队 就是要跟其他市场上 与众不同 要树立一个标杆 所以要让投资朋友 去享受到 什么叫做真正专业 用心以及诚信的一个操盘服务 那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两个字叫做诚信 那怎么说诚信呢 就像县荣老师常常提醒 我们做股票 不会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每天今天买三档 后天明天买三档 后天买三档 每天买三档 一个月报了几十档股票给货源 这样就算涨给一档美琪马 会员也赚不多嘛 对不对 我们的股票很单纯 每一个会员朋友持股控制 最多就是在五档左右 每一档股票一成先买下去 看对的趋势加码到两成 准备扩大战果 这是我们给大家知道的一个承诺 而且美琪马 有没有带大家做第一档布局 绝对大家可以相信我 证据都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是在七月份的时候 当时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里头分析日记 我每天会写两页 第一页大盘的一些看法 跟会员朋友做一个规划 第二页特别追踪手上手的股票 尤其重点看好的股票 我们都会在里面做一个详尽分析 像这是七月份写给会员朋友分析日记 里头就强调 强势股我们仍然持续看好车用电子 工业4.0的商机 我们之前康普的部分已经全数出清 获利五成入带 顺利这个地方放进口袋了 接下来就开始布局4721的美琪马 对不对 为什么看好 理由我都写得非常清楚 技术面观察到什么 有大户进货转偿讯号出现 所以在当时这是七月十号 这是七月十一号 开始陆续建立会员朋友 44块多再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对不对 然后到了七月二十七号 已经慢慢上来确认涨势之后 压回来46块多 开始按照我们的规划 这地方加码到两成持股 没有发现 这就是县隆老师 在带会员朋友的方式 那时候的股价在哪里 大家很清楚看得到 都在44块多再做一个买进 对不对 等到后来股价喷出去大涨 我们就不再追了 那这是在昨天写给会员朋友分析日记 都还在继续追踪美琪马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们手上股票 已经先将原始资金收回来 剩下股票都是零成本 都是假贪的 不必在意短线的震荡 还在继续抱着继续赚 所以当其他投股老师 哇一下子在那边追百多块 追高杀低的时候 我们早就已经赚到最甜美的这一段 现在原始资金收回来 手上股票是零成本 继续抱着继续赚 这就是我们在做股票的方式 当然你也不要现在才去做呀 今天的收获记得是来自于 昨天的播种跟耕耘 我们的会员能够赚到美琪马 不是因为一百多块去追 所以我们赚到 而是来自之前的播种跟耕耘 而明天的收获呢 就要靠今天的决心跟付出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要来播种 播种下一个明星产业 下一个美琪马 包括人工智慧 车用电子 3D感测工业4.0 5G通讯 这个尤其人工智慧的一个黄金10年 正要开始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投资朋友想要把握 想要赚到钱的 不要再去追涨翻天的股票 你要懂得事先播种跟耕耘 今天就下定决心来加入 宪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明天才能够去享受 真正大波段获利的一个果实 好好把握机会 待会咨询电话在底下 跟我们来做联络 祝大家投资顺利 明天见 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